努力奋斗 大家好,我是阿诚 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下 年计划目标 今年是特别的一年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今年的原计划 完成了多少呢? 做人就应该要有目标计划 不能糊糊涂涂浑浑浑浑 做人如果没梦想 哪个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人家鞋都没用 那不就咸鱼一炒咯 学人的奖医一炒 是我是一毒死 明被矮见矣 在网上到处都看到 年转几十万上百万的人 在现实中的我十万都没有 以前总觉得十几万几十万是小钱 而现在养家糊口 连五万现金都没有 每天都忙碌 为生活更多 今年我的目标计划很简单 对于别人来说真的是很小很小 我今年的目标计划是存十万块钱 剩十万块钱这样一步一步来 是剩下存下的十万块钱 不是说赚到手的十万块钱 差别是很大的 说来惭愧啊 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2020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 我连目标计划三分之一都没达到 过了这么几个月了 连两万块钱都剩不到 真的是凄凉啊 南沿山 叫我打算 我打算了 我打算了 你会打算吗 你会打算了 我打算了 我打算了 你们不看到了 我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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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